這是 哇 是條文瓜欸 這個比喻真厲害 欸 就是我們的 呃 月星啊 所以我只好近期先廣開多做一些多人的 然後把那個觀看稍微衝起來 所以就變成我們單人的遊戲 可能會更新比較慢 那也可能會因為他可能演算法問題啊 觀看越來越差 所以可能後續有可能這些單人的系列會慢慢腰斬 然後變成直播時才播出 那 呃 不止 當然不止這一款啦 就是目前還有在連載的單人系列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所以就看看啦 反正是會玩玩啦 只是變到說可能會變到副頻道那個平台 繼續用直播的方式玩玩等等之類的 那 我們很久沒有開我們的這個 藥師 梅露 是叫這個名字嗎 對吧 阿對 藥師梅露的遊戲 那我有一點忘記我們在幹嘛了 蜜藥風華 我們應該現在就是要來做這個藥吧 10種素材 不可以有負面素材 好 等一下 這是我釣到的東西嗎 好酷喔 軟糖水母 喔 小金魚 那我看一下我們目前的道具的材料 1 2 3 4 5 6 7 8 我們有8個 我們只要再找2個就可以 可是好像有一個是負面材料欸 我記得 我們好像要幫這個水桶浇水是不是 然後有一隻擋鹿的蛇之類的 我看看喔 我們跟使用道具嗎 欸 為什麼 我現在會有水桶跟清澈的河水 那這樣子應該可以過去吧 先過去看看 我記得我們進度應該是到這裡沒錯 呃 剛剛的瞬移是怎麼回事 嚇死了 醒醒吧 阿蛇 嘿 阿 阿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阿蛇偷喝了夢幻藥之後 變得怪怪的 害我好擔心阿 唉呀 真是抱歉 不過這場夢我徹底領悟到了 不能一再的將失敗與問題 怪罪在其他事物身上 必須要親自行動才能夠有所成果 蛤 我要出發了 欸 鹿霸不當鹿霸了 嗯 應該沒有問題吧 有花欸 嗨 你好 我是子羅蘭 你是 我從來沒看過這樣的花捏 為什麼神經似曾相識的對話 我是梅露 梅露 沒有聽過這種花 我不是花喔 那就請不要踏進花坦裡面 我是朵高貴的玫瑰 你是哪一支哪一個花坦呢 我是住在附近的魔法藥鋪喔 魔法藥鋪 沒有聽過這種花坦欸 你的花瓣 怎麼都沒有展開來阿 你沒看到我頭上那兩根嗎 蛤 為什麼他多了一個對話的感覺 嗨 紫羅蘭是森莉莉最美麗的花朵 喔 你是認真的嗎 我倒認為阿 玫瑰圓比紫羅蘭美麗多了喔 哼 玫瑰怎麼能比紫羅蘭美麗阿 美露一定這麼認為吧 不是阿 你不是叫我離開嗎 怎麼又突然問我了 欸 呃 不用害羞 大聲說出玫瑰吧 好 我今天就要和你一較高下 哼 用不著什麼一較高下 結果非常的明顯阿 梅瑰 蛤 幫我去問問森林的居民們 認為我們哪一方比較漂亮 好的 喂 不要答應這種事情阿 不是吧 我們全部人都要問嗎 阿這個人是什麼 嗨你好 玫瑰和紫羅蘭 我比較喜歡紫羅蘭欸 因為玫瑰阿 雖然很美麗 但他總是帶刺呢 人不可貌相 植物也是喔 我只希望能安安穩穩的過玩一生 欸 他企鵝在這裡好可愛喔 今天也遲到我吧師傅 他在走路 喔不行我忘記他正面超醜 呃 向師傅報告我現在的情況 我的碗力大概是 湯匙拿不動的等級 我的角力大概是 把王才專家的等級 那不是好像很厲害的樣子嗎 喔我現在才看到他對面的 那個 那個背景的那個 是他對面的那隻鳥嗎 還是這個 還是那是他自己 師傅 今天要鍛鍊什麼呢 你的碗力嗎 我明白了 設定訓練碗力 開始訓練 Muscle muscle 它上面寫肌肉肌肉企鵝 好可愛喔 有刺刺欸 感覺很恐怖 我們先繞一條 欸這裡又有一個人了 哈囉美嚕 讓我看看 嗯下次看看 讓我看看 我要看我要看 看好嘍 來 哇 番茄掉下去了 很厲害吧 那應該是我們的材料之一吧 我覺得 呃那這裡會有東西嗎 我們可以鑽啊 不行 啊這裡會不會受傷 欸可以欸 有個神秘的台字 上面好像可以放什麼東西 噢所以還不知道這裡要幹嘛 我竟然剛剛直接走過刺上面 這是可以的嗎 神秘的台字 要問多少個人啊 嗨你好 想所有人的居民問過 我們哪一朵花美了嗎 一定要所有人喔 蛤 你好麻煩喔 欸這裡有路欸 是寶箱 有沒有藥材 找到寶藏了 找到了黑珍珠 深黑色的寶石 帶著反光好漂亮啊 這 我只想知道它能成為我的藥材嗎 空空如也呢 我怎麼不能跳下去啊 我怎麼不能跳下去啊 欸 這樣嗎 謝謝你喔 詩人先生 好像有那個 對話框提醒我 玫瑰和紫羅蘭 我比較喜歡胡蘿蔔 你說什麼 玫瑰和紫羅蘭 嗯 我現在在忙著撈水咧 有空為那種事爭吵 還不如快點幫我一把吧 將這條河的水撈光 我想 如果有哪一朵花肯幫我啊 我一定會選它吧 這個人大概是成個森林最有問題的人吧 這個算是嗎 欸是耶 要問長者的意見吧 玫瑰和紫羅蘭 當然是玫瑰比較美啦 媽媽有種很多的玫瑰呢 而且常常對我說 玫瑰很美麗喔 喔 我們的材料 蜂蕃蕃 拿走 為什麼蕃蕃蕃是長在樹上啊 它應該是攀騰的啦 還有石頭 怎麼啦 沒路 你知道玫瑰和紫羅蘭哪一個比較漂亮嗎 我只是一顆石頭 所以問這個問題我完全不懂啦 這樣嗎 謝謝你喔石頭先生 我客氣啦 欸爺爺會算是嗎 阿這個咧 喔這個就不行 就不算了 那香菇咧 香菇有欸 玫瑰和紫羅蘭 真是奇怪的問題了 世界上沒有比蘑菇更美的東西啦 哈哈哈哈 超煩躁 應該是沒了吧 爺爺通常應該是一對話 他就會直接開始做東西了 然後我們的材料現在 就 喔 這個算是嗎 清澈的河水 可是它放在材料裡面欸 沒關係 我覺得這個任務解完 說不定還可以再拿到一個材料 喔 想所有的居民問過我們哪一朵比較美了嗎 一定要所有人回答呢 蛤 我還沒到所有嗎 所以爺爺也是嗎 青蛙算嗎 青蛙應該算吧 阿爺爺勒 有對話框嗎 爺爺有欸 玫瑰比較美麗還是紫羅蘭呢 嗯 這麼說吧 梅瑰 你比較喜歡咖哩飯還是蛋包飯呢 我喜歡咖哩蛋包飯 咖哩飯還是蛋包飯 呃 呃 蛋包飯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咖哩飯也香香熱熱的很好吃 呃 我兩邊都喜歡 沒錯 玫瑰花油只屬於玫瑰花的美 紫羅蘭也只有屬於紫羅蘭的美 原來如此 兩邊都只屬於他們的美 所以不需要比較 我懂了爺爺 大家的意見怎麼樣了呢 我想所有人一定都認為我比較美吧 怎麼可能啊 明明就是我比較美 不是那樣的 紫羅蘭有只屬於紫羅蘭的美 玫瑰也有只屬於玫瑰的美 兩邊都有著自己的美 都是無可取代的花朵喔 呵呵 我們是森林裡最美的花朵 對於其他居民來說 這問題或許太難了一些了 不過話說回來 玫瑰的花瓣的確非常的高貴 呵呵 紫羅蘭的花瓣也十分的鮮豔呢 欸 辛苦你了 這是我們一點心意 是材料嗎 得到了甜甜葉 香香甜甜的味道真是吸引人了 謝謝你們 對了 你看看我後面那個小箱子 可以幫我把這個拿走嗎 她壓到我的葉子了 好的 我來幫你拿走吧 拿走了工具箱 喔 真是辛苦你了 你是一朵勤勞的花 有空再來花壇這邊玩吧 我知道了 花花們掰掰囉 喔 所以我們拿到了一個箱子 點的沒反應欸 還是要拿它來修橋呢 我們去橋看看 她不知道怎麼修 喔 詩人呢 那不是工具箱嗎 那個箱子嗎 這是在花園內拿到的喔 可以借我用一下嗎 當然囉 不過 詩人先生你是要拿來做什麼呢 這你很快就知道了 先回答睡覺再來看看好了 欸 欸 竟然嗎 我沒有睡覺這種選項嗎 還可以再跟她對話一次嗎 我要用工具箱的理由 你很快就會知道 感覺是睡覺然後橋就修好之類的 來吧 爺爺 希望我的材料是夠了 你找到兩個材料了嗎 還沒有 找到囉 兩個 我們不是要十個嗎 對了 要調製上直藥 好像不能有負面材料 負面材料 完蛋了 哪一個是負面材料呢 好像還有一些欸 記得博士有說過 負面材料很適合做菜的材料 這附近有沒有很會做菜的人呢 所以我們要找做菜的人 把負面材料弄掉囉 奇怪的球體停在中間 欸對上面有卷軸欸 那是什麼 歷史的浪漫 嗯 欸 從岩石 這些岩石從爺爺住進森林裡前 就看過了 喔 那是什麼 難道我們要拿來放東西嗎 可是他照理說應該會直接有反應啊 我們可以放什麼 最怪的就是這個 世界上僅有的神秘遺跡 但沒人相信他說的話 喔他有變三顆星了耶 我的角力大概是 大王參春假的等級 呃 加油 啊 這是床 該不會就是這個吧 睡一下 耶 所以真的有睡一下的選項 哇 爛透了這個翻譯 你好歹用就直接英文下去嘛 幹嘛這樣 來去看一下 應該是橋修好了吧 喔 橋修好了耶 先跟引遊詩人說個話 嗨你好 看到新的橋了嗎 了解到我為什麼要使用工具箱了吧 他好悶騷喔 過去看看 喔 真的是一隻企鵝耶 他叫什麼 企鵝美嗎 其實你知道我剛剛講企鵝美之前啊 是在他跳出名字之前 我就已經想先吐槽 該不會叫企鵝美吧 結果真的叫企鵝美啊 對岸的企鵝 我還以為 他對我有一點意思 沒想到橋都修好了 卻還不敢和我來說句話 為什麼他如此的沒有行動力呢 我只想知道 為什麼這兩隻企鵝 會在這麼溫暖的環境呢 這是 哇 是條紋瓜耶 這個比喻真厲害 要拿嗎 拿啊 拿到條紋瓜 我們材料越來越多 只是不知道哪些是負面材料 這裡竟然有東西 這是什麼 我看看 吐蕃薯飯館 在這下面 喔他剛剛說料理的部分就是這個吧 進去嗎 不要好恐怖 我想選看看 可惡沒有反應 好啦進去啦 唉唷我按錯了 進去啦進去啦進去啦 你要把你的負面材料給他 好酷喔這個人 我叫愛莉絲 是個在這邊打工的害羞女孩 阿這個咧 不要隨便碰店裡的東西喔 展示用的東西 一彎花了我不少的錢啊 都不能碰欸 嗨你好 負面材料 非常遺憾 我們店裡沒有那種菜呢 我們店裡只有充滿愛 與熱情的料理 以及能夠選出最優秀食材的天才大廚而已 欸 歡迎來到 吐蕃薯飯館 我們在這裡研究料理35年了 最近藥同院越激烈 請了一個打工的幫手 要讓打工的員工認真工作啊 真是一向挑戰喔 一不注意怎麼在角落發呆 不知道在妄想是什麼呢 阿對了客人 如果你有好吃的材料 可以分我一些嗎 當然 我也會給你點獎勵 例如 我們店的餐點券如何呢 欸 看看吧 好 讓地鼠先生看看我的材料吧 不過可不要將這些重要材料交出去喔 這是雲雲菇了 真是美味的材料了 怎麼辦 我們負面材料它都會是什麼反應阿 都先保留 這是金海帶 不需要的話就給我吧 欸 只有剛剛第一個會有發出一個聲音欸 喔大部分的都是一樣的欸 嗯? 噢 喔 所以應該猜得出來應該就是這個發出聲音的是要交出去了吧 先試看看 所以我目前有兩個 兩個材料 所以有兩個材料要扣掉 暈暈菇嘛 三四五六七八九 這個九也是 啊 我在浪費生命在打工的同時 那個人正在做什麼呢 他幹嘛 他臉突然抬起頭有點可怕 不行我要振作 加油愛麗絲 那個人 去聞聞看八卦通吧 好像是那個 很奇怪的香菇之類的 它裡面的音樂好那個 昭和年代之類的那種 日本 古音樂嗎 雖然這款遊戲確實是日本 過來的樣子 喔 八卦通了 那個對話有了 我的名字叫鳥草 喜歡是八卦 愛麗絲 惹戀中的女孩 眼神總是很恐怖的 喔 引游詩人 他會有對話嗎 哈囉美嚕 一定要打算去哪玩呢 還是我們要回去找女僕對話 要怎麼樣才能成為那個人的朋友呢 那個人是不是詩人先生呢 你怎麼會知道 你要草先生和我說的 可惡的雜草 等等我一定要叫他連根拔起 饒了他吧 詩人先生人很好 只要鼓起勇氣和他說話 自然能成為朋友喔 什麼 你和詩人是什麼關係 欸 我們是好朋友喔 只是朋友嗎 好恐怖喔 我不認為男女之間有單純的友情 如果真的只是朋友 請你幫我問問看詩人 喜歡吃什麼 為什麼是我啊 我想親自下廚 讓他看到我最美的一面 沒問題 梅露 你這樣真的沒問題嗎 我都怕了 你問我喜歡吃什麼 我想想喔 以前我在旅途曾經吃過一種麵 上面有層香香的雞油 那真的很好吃呢 不過怎麼突然問我這種問題啊 嗯沒有啦 噢 八成又是想到什麼新的惡作劇了吧 上次包包裡突然跳了一隻青蛙出來 可把我嚇死了 哈哈 我們去偷看一下企鵝的進度如何 欸為什麼我的箱子蓋起來 喔好像差一點點他就可以滿心了耶 加油 比碗粒會大賽會贏的等級 那好像滿厲害的耶 那個雞油可不可以換一個字啊 啊 這次太浪漫了 對啊 欸 這樣就行了嗎 喔他對話一樣了耶 欸他怎麼跑出來了 終於完成了 這就是我朱若愛情的特製拉麵 欸 準備好了嗎 阿耶利斯 他衝過去了 轉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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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這...這個...那個...那個... 請你吃看看這個 這是什麼尷尬的氣氛 完全不能動 這個...那個...請你吃吃看 跑走了 真是嚇了我一大跳 剛才那女孩是怎麼回事啊 這是... 拉麵 喔天哪 這...這是什麼啊 那女孩平常都吃...這種東西嗎 我想我可能沒辦法 吃這個...呃... 找個地方買起來吧 欸... 這是材料嗎 碗裡...面裝著宇宙的神秘 哈囉美露 可以麻煩你幫我把前面那碗 那個...處理一下嗎 為什麼你不自己埋啊 呃... 我會找個地方把它埋起來的 那個...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愛麗絲才會這麼做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啊 不過雖然很對不起的女孩 但我已經又心上人了 欸... 這連我也是第一次聽說 我雖然沒有說過 但這也不是什麼值得一提的事情吧 你為什麼會從...成天都混在這裡 沒有跟你心上人在一起啊 反正這件事遲早都得和你說的 哼...一切都只是時間的問題 沒有問題 你是在等他長大嗎 我覺得你這句話非常有問題唷 所以這可以拿了吧 我把它拿走囉 恩...奪謝啦 得到了特製拉麵 我突然想起來 我們是不是忘記跟博士講話啊 我們的橋都修好了 嗨博士 那...那是什麼 讓我看看 這個拉麵嗎 這真是太神奇了 我這輩子還沒有看過 這麼不可思議的物體 哈哈 不是啦 大哥 你應該是要去看那個橋 不是嗎 這真是世紀上最大的發現啊 沒路 拜託把這拉麵讓給我吧 當然 我會拿一點東西和你交換 我想想 對了 就用這奇怪的石頭和你換吧 欸...我可以先不換嗎 我覺得有點怪怪了 拜託 我真的很需要那碗拉麵 呃...不換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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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不是 你對那個橋有點反應好不好 那我們拉麵應該去給那個女僕看看嗎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先到這裡結束 我本來想說 看今天可以找齊十個材料 把這個章節結束 沒想到它劇情意外的還滿長的 那...所以我們的第一大章 到現在還沒辦法進入第二大章 就麻煩各位囉 大家期待大家收看 大家掰掰 掰掰 還有...